再加上他們預計在下禮拜召開的三天八場 非常慌沒有的這個趕搶福茂 經營這些時事我們就出來開了這樣的記者會 這個主題就是希望毀憲亂政、毀憲虐民的馬政府 這個馬無疆這個罪魁禍首不需要之所進退 馬上下台 那接下來就是說這個下禮拜的趕搶公廳必須要停止 也要求國會不需要就是要據審福茂 不要再做替馬政府做毀憲的一個罪了 那我們今天的訴求大概有三點我來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毀憲虐民暴政下台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不只是這幾個月 從馬政府上台以來 各種暴行律師的政策 我們的政策殺人已經逼死了多台灣人 光是在苗栗就已經有大概五條生命 因為不當的土地開發、土地徵收這樣的一個case被逼死 包括我們前陣子的張大哥 那這樣的一個殺人政府 我們必須要他省在省場 這個共犯結構 馬英九、吳敦毅跟這個江儀化 必須要馬上下台 這是我們第一個訴求 就是毀憲虐民暴政下台 那再來是針對服務貿易協議 馬政府他們之所以在搞這個九月政爭 我們非常厲害的就是他們希望可以讓國會 盡速的通過服務貿易協議 馬英九已經不止一次的公開對媒體喊話 說希望趕快 國會趕快通過這個服務貿易協議 那他搞掉王津平 然後又讓這個黨團的副書記長 張慶忠擔任內政部的招委 搞了這個三天八場的公聽會 目的就是很簡單 為了敷衍我們這個民意 趕快讓服務貿易協議進行審查 那上至吳脫雄他還說 北京就已經有傳出消息 要他說全都會延期 那王津平也說 大陸有人要他趕快把服務貿易協議通過 這些新聞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其實在北京在中國那邊一直有壓力 在跟馬政府施壓 目的就是要趕快簽 就是要讓服務貿易協議通過 讓他們可以再簽署 那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要停止這個趕場公聽 那馬政府要把這個黑商服務貿易退回 國會應該要拒審 所以就是我們的訴求就是爭斷國會 國會不應該再幫這個行政權 幫馬政府做毀線的幫兇 為什麼 因為其實馬政府這樣做法 是直接把手伸進國會 這已經徹底的是 這個是毀壞了我們台灣限制精神 那國會應該要硬起來 應該要拒絕 隨之起舞 拒絕做行政權的傀儡 那在 在 就是 在服務貿易協議可以在 立法院進行審查之前呢 我們覺得應該要先做到幾點 就是說 你至少必須要 每一個產業要招待非常完整的行政聽證位 不是說三天八場 而是你要一場一場一場去排 一個產一個產先排 那再來就是 你在審之前 你不需要先 國會要先通過非常明確的 經貿談判程序的規範 就是說 以後國會不需要可以在 簽其他的這個經貿體驗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審查 而不是說就這樣迴避國會 這樣先通過這些東西 有完整的社會衝擊評估之後 再來談公聽會 再來談審查 再來簽 再來重啟談判 而不是現在直接開始公聽會 因此我們今天的這個經貿會就是 以上幾點訴求 我們要求 第一個 毀宣念民暴政下台 我們請好不好 毀宣念民暴政下台 毀宣念民暴政下台 好 再來是 名字趕場公聽退回黑箱浮帽 名字趕場公聽退回黑箱浮帽 好第三個是 國會拒作毀宣幫兇 國會拒作毀宣幫兇 明確規範經貿談判程序 明確規範經貿談判程序 好那我們今天有非常多的這個 學生團體來站好聲援 我們也請 包括黑色打國青年陣線 捍衛苗栗青年聯盟 激進陣線 台大研究生協會 台大勞工社 清奈激進筆記 清奈研究生聯合會 清奈陶前夕社 全大零二社 陽明大學有意識社 台灣師範大學人文學社 中正幕夫門社 中山放狗社 府人大學黑水高 政治野火社 台大古語社 台大佐水溪 台北大學翻牆社 長庚大學更零社 文化大學野青社 反媒體巨授青年聯盟等 那這個名單還在持續的增加 我們在持續的進行串聯 好那我們今天有很多團體要 會來發言 那我們先要 我們先請黃國昌老師 來幫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 謝謝 今年七月的時候 台大包括了法學院院長 包括了社會科學院的院長 包括了文學院的院長 也是國家講座的得主 陳若水教授 針對這一次服貌的協商 提出了實踐民主程序 重啟服貌談判的訴求 這樣子的一個聲明 在知識界 在學界當中 馬上就引發了非常廣泛的回想 前幾天看到國民黨新任內政委員或的招委 張慶忠先生 他決定要在三天安排八場公聽會 這樣子的一種荒謬的做法 對我非常非常的憤怒 這一種公聽會践行的方式 比小學生草率交作業 還要更令人無法接受 三天八場公聽會 你們是把整個民主程序 都打算要徹底掏空嗎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 之所以任命張慶忠先生 當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是所謂的泛藍鐵票區 中和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在那個地方 他所享受的選票的優勢有百分之二十 因此這樣子的人 應該不怕被憲法133聯盟給罷免掉 但是我要說的是 張慶忠先生 請你要記得 今天中和的選民 選你當立委 絕對不是因為 你曾經有所謂的 汽車旅館大王之稱的封號 而是因為你是一個礦工出人 礦工子弟的出身 你來自於民間的基層 大家看到了你努力奮鬥的過程 但是當你爬上去了以後 你卻這樣子的在進行福茂公聽會的審查 讓福茂整個經濟裡不正義的分配 由少數的權貴所享受 受苦的是所有在中下階層的人民 張慶忠先生 你這樣子做 對得起你的選民嗎 你只聽馬英九的意志 踐踏台灣的民主程序 把國會這麼慎重的公聽程序 當作玩笑 你為什麼不乾脆一天 就直接排完八場公聽會 把這個程序審完 今天來到這裡 除了支持同學的訴求以外 我必須要再度的重申 國會沒有践行嚴整的公聽程序 沒有完成有關於福茂協議的 經濟衝擊影響評估 社會衝擊影響評估 國防安全影響評估 就進行福茂協議的實質審查 甚至是表決 是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下個禮拜 非常多年輕的學子 要到立法院去表達這樣子嚴正的訴求 希望立法委員 來自於民間 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員 能夠傾聽這樣的聲音 最起碼把你們該做的功課 認真的做完 謝謝國長老師 今天是禮拜五 就是上課的日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同學們 其實是請假 請假來打到凱大來為我們聲援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實在是非同小可 我們看到其實 9月29號原本應該是國民黨開全代會的日子 那現在取消延期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害怕面對強大的民意 為什麼他們害怕 他們不只是害怕 他們其實是想要拖延 他們想要消耗整個社會的力量 馬英九政府 馬政府 他們做了這麼多事情 他們9月政爭 毀壞了我們的憲法體制 他們做了這麼樣 不經沒有思考到人民的一個政策 他需不需要為此負責 所以我們的第一項訴求就是 非常嚴肅的要請馬政府 也就是三個人 馬英九、吳敦義跟江儀化 必須要自寢 必須要下台 如果他們不下台的話 我們國民社會的力量一定會展現出來 這是我們第一點訴求我們要喊一字 毀宪虐民 暴政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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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政下台 好 那再來兩個說 其實簡單講就是說 趕場東廳跟非商服貿的部分 老師已經剛剛講了 稱服貿是影響到我們後來 整個這一稱是不可逆的 這個程序是不可逆的 撐下去之後 我們台灣的產業是 常常糾絕的 會受到這個服務貿易協議的影響 可是今天國民黨 卻用這麼草率 三天八場 就打算敷衍了事 這已經不只是趕報告了 這其實是想要 直接趕牙子上架 把台灣的民放火屋上烤 好 那再來就是說國會 應該做起應該的監督責任 這也是為什麼 下禮拜一 早上八點半 青年黑色島的青人陣線 以及各個社團 會在立法院 開始進行圍堵的一個行動 我們要來要求裡面的 張偉、張慶忠 停止這個 忽視民意 這個執行滿意的這個 趕場公聽會 所以我們這樣還一支口號 停止趕場公聽 退回黑箱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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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拒作黑箱當兇 國會拒作黑箱當兇 明確規範金貿談判程序 明確規範金貿談判程序 好接下來我們請到我們 正代留學的這個 呃 台箱 台箱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福茂協定 它所涉及的產業之廣 然後所包含的內容之多 那如果要簽署這項協定 你耗費比較長的時間 來凝聚社會的共識 來仔細的一條一條的檢閱 究竟裡面包含的哪些內容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馬英九總統 在這幾個月來 他很急 就是急著 要用盡各種的手段 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讓這個福茂協定通過 馬英九為了讓福茂協定通過 不擇手段 憲法對他來講 只是參考用 程序 也只是敷衍了事 在這樣的狀態下 人民的力量必須展現 我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草率的過程 就要把這個福茂協定來通過 那今天那麼多的學生團體 站出來 我們會在禮拜一到立法院 來監督這個國會 國會應該落實 他應該來實踐 他應該實踐的責任 那台灣呢 可以沒有馬英九 但是台灣的憲政體制 不應該這樣被踐踏 被這樣子毀壞 那當 我也要提醒馬英九總統 馬英九市長曾經講過 當一個總統的民調低到只有13%的時候 他必須知所進退 那馬總統最近呢 可能忘記了 他自己的民調 現在已經只到9%而已 那我們也希望他能夠知所進退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中正幕夫人社的張仁偉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已經轉學到中三大學 其實他剛剛念錯 今天其實就是星期五是學生應該要念錯誤 可是 經常有罵說 就是我們這些學生 就是職業的學生 就是看我們已經不符本分 那真正不符本分是中東府裡面那個 自稱總統的人 他原本的 他們職權並不包含就是去聽 什麼檢查總長跟他洩滅報告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他實質上就是要 暴政虐民 他實質上 呃 這個政府實質上推動的暴政 不只是 透過全地 透過內政部 去核准一些都市計畫 還有獨立徵收 讓人民流離私所 沒有家可以做 沒有家可以歸 而且 整個城市的發展變成 就是以草樓為目的 我們看不到台灣未來是哪裡 另外他會推動服貿協議這種 去管制的經濟政策 我們都知道去管制的經濟政策 其實是對大財團 呃 大財團有利的 對於小資本的 就是企業 就是中鳥企業 或者是一般的人 來說就是 面對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跟資本 是沒有任何能力抵抗的 這個政府從頭到尾 從內到外 從內政到外交 都在強姦人民 都在破壞人民的利益 另外這個政府 在形式上也實行暴政 他不僅透過他總統的 在黨內的權力 滲透到其他的 司法體系 檢查體系 或者在立法體系裡面 他可以透過 他跟檢查總長的關係 就是 就是 檢查總長可以直接跟他告密 然後 政察還沒結案之前 他就可以先去 洩密給總統 讓總統有辦法 用黨的力量去干預到 立法院的運作 所以這個政府 不僅在實質上進行暴政 形式上也破壞我們的 民主跟憲政精神 我們強烈地要求 這個政府 立刻悔改 不然就立刻下台 好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台大故語社 我們關心的是台灣農業 我們剛剛講到服務貿易協定 我們想要問的是說 這東西到底對台灣有沒有好處 我們必須很誠實的講 沒錯 他對台灣的確可以帶來好處 但是 他得到好處的是誰呢 他絕對不是我們一般大眾 他就是那個百分之一 跟美國華爾街一樣 那百分之一的高官 全貴 得到好處的 就只有他們而已 他們口中的競爭力 他們口中的自由開放 從一九九零 新自由主義 流行以來 我們台灣的競爭力 越來越高 但是年輕人的薪水 確實越來越低 不要說年輕人的薪水 我們台灣的農業 都已經空到名村死亡了 我們最近發生了很多 稻米造假的事件 許多知名的廠牌 裡面都混入進口米 這絕對不是一兩個商人 他的良性問題 而是整個台灣的糧食產業 都遇到很大的危機 在新自由主義底下 台灣必須被強迫進口 每年將近十三萬公噸的稻米 這些稻米 是其他國家 強迫推銷給台灣的 那我們想想看 每年十三萬公噸的稻米 跑去哪裡呢 他一定流入市面 流入到我們學童吃的 營養午餐裡面 這些都已經嚴重破壞 我們基層的經濟 他不但沒有讓台灣的貿易 不但沒有讓台灣的進口貿易變更好 反而剝奪了我們農民的生存權益 也讓我們年輕人薪水越越低 所以我們 我們不是只有反對 無貿易協定 我們反對是 我們也不是 只有反對 不平等 不公平的 自由貿易協定 這是我們古語社的立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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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我們請台北 台北大學翻牆社的李俊穎同學 大家好 我們是台北大學翻牆社 在昨天晚上 我們邀請了 廖本拳教授 來跟我們談 誰可以救張先生 他講到 政府有很多管道 有很多機制 是可以挽救這個荒謬的真諦 這些圈地的遊戲 但是他們都沒有做到 於是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站出來 雖然我們只是學生 但是我們更 也是這個社會的公民 所以我們願意站出來 捍毀我們自己的權利 包含這次的福茂協定 這次的協定 攸關到各式各樣的產業 可是這樣 趕場的公聽會 根本沒有辦法 有效的溝通 傳達 只是政府 在那邊 草率的 只是故意 這樣虛偽的形式 我們認為 我們應該要站出來 非常為自己的權利 去告訴他們 我們應該要仔細的評估 審慎的 將各個產業的危險 還有優良的地方 全部都仔細的檢查出來 不要這樣草率的形式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 反媒體聚奏青年聯盟的 吳學斬同學 各位媒體系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反媒體聚奏青年聯盟 我們從去年這一年 從反媒體壟斷的運動 一年以來 我們都可以看到 馬政府在面對 各種民間團體 公民團體的聲音 的不作為 的怠惰偷懶 或者是 強行草率 還有黑箱作業 而這一個月以來 因為大埔的事情 因為洪仲秋的事情 因為服務貿易協議的事情 已經有許多的民間的聲音 要求馬英九要知所進退 要記得他在幾年前講過了 當民調夠低的時候 總統就應該 知所進退 自己下台 已經很多人唱過馬英九了 而我在這個禮拜 在圖書館借了 行政院長江以化 當他還是江老師的時候 他在1998年寫了一本書 叫做 自由主義 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我想要在這邊念一小段 讓大家聽 也讓江以化聽一聽 他自己的聲音 筆者之所以主張國家認同 還是應該以憲政制度認同為核心 是因為我們知道國家認同 畢竟與民族文化認同有別 國家首先作為一種具備壟斷性的武力 獲得人民首肯的政治組織而存在 他的壟斷性武力表現在壓制其 統治範圍內的其他暴力團體的挑釁 以及防衛外敵入侵掠奪的能力 但也正因為他具有如此強大的武力 所以在規範意義上必須獲得人民某種形式的承認 否則他將無益於聖阿姆斯丁所講的 大規模的盜匪集團 從這個角度切入 我們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憲政制度 必須是形成國家認同的核心考慮 一個 如果一個個體沒有機會表達 自己對這個國家的 這個龐大組織的好惡 好惡 沒有權力要求國家 不合理的支配逐步改善 那麼他的國民身份 將成為一種負擔 一種夢魘 反過來講 如果他能看到國家組織 因為他的呼籲及努力 而日益合理化 日益成為一個統治權力有所節制 尊奉法治 保障人權的政治共同體 那麼他的認同才會自心中浮現 而不是虛應故事的口頭表述 這是這本書裡面 第191頁的一段 我不知道 江以化老師還記不記得他在 15年前寫的這本書裡面的這些內容 他說 他身為一個自由主義者 我也想問江以化老師 一個自由主義 自稱為自由主義的人 不聽自己 不聽自己聲音的人 還能叫做一個自由主義者嗎 這個 這個不是來自人民的聲音 是來自於 15年前 江以化他自己內心的聲音 我不知道他現在 從教授 變成行政院長之後 還記不記得自己所信仰的 這所謂的自由主義 裡面講的憲政制度 裡面講的保障人權 不知道 大普的張聲文先生 是不是就像他書裡面講的一樣 他的國民身份 只是一種負擔 一種夢魘 所以 今天那麼多的 全國那麼多的學生團體 學生組織來到這邊 面對馬 胡江 大規模的鬥匪集團 我們表達嚴正的抗議 要求馬胡江立即下台 要求 脫回黑箱服帽 要求停止感傷空丁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最後我們請到來自新竹清華大學的激進筆記 馬英九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青霸的激進筆記 那過去這段時間 馬英九明目張膽的破壞憲政體制 明目張膽在做違反民意的事情 他同時也放任他的幕僚 包括15年前 口口聲聲信奉自由主義的江一化 張一化院長 張一化老師 還有 當時 當時承諾會原地 重建大府張家的吳敦義吳院長 那 我們覺得 馬英九這樣的 他們這些民調已經那麼低 然後並且同時很明顯的在 在毫無顧忌的 在想在他任期內 做出違反違背民意 然後遵從他自己心意的事情 我們希望這些政府官員能夠 之所進退自己下台 同時 我們要重啟服貿談判 不應該這樣趕場開八場公聽會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剛剛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陽明大學的詹斯敏同學 大家好 我是陽明大學有益子社 服務貿易協定背後的主張 是自由貿易 自由經濟 還有全球化 這些口號 這些名詞 我們在社會上喊很大聲 但是我們真的知道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嗎 這個政府很可惡的是 他鼓吹一種思想 然後不解釋 不讓我們知道有其他種選擇 強迫這個社會所有人接受 其實全球化跟自由經濟 是眾多眾多經濟思想的其中一種選擇而已 但是我們許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會覺得沒有簽服帽 生活就過不下去 沒有簽服帽 日子就會過得很慘 但是這是真相嗎 我們這個政府沒有盡到他們該有的責任 我想說的是 那些坐在那裡吹冷氣 然後坐擁立一個人 坐在那個 他們坐在那個位子 這些政府官員坐在那個位子 享有那些權利 他們就應該盡他們的責任 讓人民讓台灣人可以有穩定的生活 至少不用為下一餐煩惱 像我們許多年輕人 畢業了出社會找工作 非常困難 甚至只有22K 但是這些老人 這些坐擁 坐擁權利的老賊 就會跟我們說 那是你們吃不了苦 這是合理的 這是公平正義嗎 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坐在那些位子的人 他們應該要知所進退 這就是我們的訴求 我們的主張 謝謝 謝謝 好 那最後我在 我在很簡單的再講一下 我們青年 我們青年對福媽的態度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他必須要經過評估 我們 我們可以看到從福木簽訂以來 我們幾乎沒有經過任何的社會衝擊影響評估 只有一個政府委託中軍院所做的一個 可笑的草睡的報告 一個月裡面就趕出來 而且全部都是量化數據 完全看不到到底對於社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那一個政府要在簽訂 這麼重大的福木賣協議之前 應該要先進行非常全面的各產業的影響評估 沒有做到這個 根本就不要談什麼公平會 也不要談什麼實質審查 你必須要先把評估做好再來 那再來 我們要立法 立什麼法呢 就是未來簽訂任何 跟任何國家簽訂任何的 在有貿易協議的時候 都必須要有法可管 不然國會就會一直像現在這樣 一直被行政權給迴避過去 一直被行政權給要求進入通過 所以國會一定要針對這些 國際貿易協議的簽訂要有一個規範的法制 那最後是公聽會 聽證會的制度要建立起來 不能夠像三天八場事情再度出現 一定要一產業一公聽 而且中間必須要有一個時間 是讓產業官員跟人民可以有充分的溝通的 所以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 我們再喊一支口號 毀宣列民暴政下台 毀宣列民暴政下台 停止趕場公聽 退毀黑箱符帽 停止趕場公聽 退毀黑箱符帽 國會巨座毀宣幫兇 國會巨座毀宣幫兇 明確規範經貿談判程序 明確規範經貿談判程序 好那我們接下來有一個儀式 我們請您跟大同學來幫我們主持一下 好各位明星的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們今天來到這裡還是很沉痛 我今天在這個週五 為什麼有那麼多同學需要 因為整個馬政府的倒行律師 暴虐的執政 殘害了那麼多的無辜的百姓 強徵民地 差人民宅 用這麼多的卑劣的手段 去對付這些底層的民眾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有這些人 從各個學校 台灣各地的學校 來到這個地方 來聲援這個議題 來要求馬政府下台 就是因為全台灣的同學 同學們大概已經看不下去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在進行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現場準備一個梯子 這個梯子是幹什麼用的 我們都知道 馬總勇曾經講過 在2006年倒貶運動的時候 他站在台上風風光光的說 當一個民調只有18%的總統 就應該要知道羞恥 應該自己下台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當一個只有民調9% 民調9%的總統 一個民調9%的馬政府 他居然還可以在他的這個位置上面吃味素餐 繼續霸占這個位置 所以今天我們準備的這個梯子 我們就希望送給馬總統 用他之所進退 因為他的民調只有9% 特別是 他所先前所做的一切 在這五年當中 他所做的一切 已經毀壞了台灣 根本 國家大法 他已經毀壞了台灣的憲法 台灣的憲政秩序 所以今天在這裡 我們要要求馬政府 知所進退 立即下台 我們大家喊一下口喊 知所進退 知所進退 立即下台 立即下台 知所進退 知所進退 立即下台 立即下台 知所進退 知所進退 立即下台 立即下台 好各位 同時我們要再次譴責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 有幸運的召集委員江慶忠 他的做法 三天八場公平會 已經違反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已經違反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三天八場的公平會 從早上九點開到晚上九點 你有聽過公平會這樣舉辦的嗎 相信大家都沒有聽過 這就是目前台灣的國會 一面倒的支持馬英九 一面倒的遵循馬義 所以我們今天要的是整個馬政府 馬英九、盧敦義、江儀化 我特別要強調江儀化老師 你所作所為剛剛同學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跟你先前所寫的書完全是兩個樣子 所以今天我們要把這個梯子送給馬政府 我們現在就請同學 請同學起立 要從這裡一路遊行到總統府 我們要將這個梯子送進去 我來的時候不去 我們要將這個梯子 bishop 我都在大宗�e 我都在搭訪 這是一堆梯子的禮物 我都在搭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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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各位同學 這個位 國會對的 我的目的是 未來 你現在能來啊 很大的 要有此處 好,我來 我來 我來 在我們一邊進行,一邊走過去的同時,我們一起來 一起來,一起來喊個口號 委憲列明 報正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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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跟上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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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正下台 報正下台 委憲列明 委憲列明 報正下台 委憲列明 委憲列明 報正下台 委憲列明 報正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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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正 bi 駛駛駛駛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